心理健康出現時,我們可能會病,而心理狀況不好會削弱我們的免疫系統。 當我們感到不開心、焦慮或有壓力時,很難保持自身的活力和良好的社交關係。 因此,心理健康絕對影響我們的思考、感受、行為和人交往,可以好好享受日常活動。 關愛自我健康,心理呵護必不可小。 愛健康節目是由Recent Health Partners為思康贊助播出。 愛健康,愛自己,盡在為思康。 來到第二節,愛健康指稱請到Jean,一位社會工作者,在MIU醫院為大家服務。 在休息前,談談抑鬱症的先兆或病徵。 我繼續想問Jean。 Jean,我成為了問題兒童。 要多問你。 讓我們可以區分一下自己去到這種情況, 是否算是抑鬱症。 剛才你說過,有些人去到一些情況是, 看他維持多久的時間不開心。 或者經常都睡覺不願意起床上班, 連擦牙洗臉也不要, 又不肯見人,又不肯吃東西。 這些很明顯, 一定是開始了抑鬱症。 那麼嚴重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察覺。 無論是自己, 或者是身邊的人都會比較容易察覺。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病症, 那些症狀不是那麼嚴重的時候, 就比較難察覺了。 例如呢? 很多人, 如果我問他, 這些不開心的感覺, 是何時開始的? 他們很多時候會跟我說, 一向都是這樣的,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他們有可能根本是不記得, 有開心的時間。 但是他們是繼續可以上班, 繼續可以… 生活結婚。 對。 那麼其實這些人, 與生俱來, 他的性格是比較負面, 比較不開心, 不是正能量那麼多, 不夠一個開心果。 那麼, 天生的性格是這樣的。 那算不算是有抑鬱症, 一個隱藏的情況呢? 絕對是有這樣的可能。 一個人長年累月都不開心, 一般來說, 大有可能是有一些抑鬱症狀。 抑鬱症狀。 當我們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我幾時都認為, 看病多餘的, 看多了病, 總比有病而不去看。 因為這種體病, 我們只不過是談談的。 對。 你這句說話很好。 看多餘的病, 證實一下自己有沒有事, 總比, 猜猜猜猜, 又不去肯定, 又不去看病。 是的。 看多次醫生, 總比你不看醫生更好, 對嗎? 是的。 因為這種體病, 由於我們只不過是談談, 談談, 甚至藥物都不一定需要吃的。 那就不同, 其他科目, 或者要開刀, 或者怎樣, 當然我們就不會有保留。 如果真的需要藥物幫助的時候, 少不免就要吃藥。 是的。 但如果我們病從淺中醫, 一早知道自己的問題, 去看看醫生, 或者見一下社工, 或者又甚至無見一下心理醫生, 聊聊天, 是不是就是聊聊天這麼簡單? 好像你和我這樣, 你就可以知道, 絕對是。 判斷到你有沒有抑鬱病, 有沒有焦慮症, 那種。 是的。 如果找到一個適合的心理輔導, 是應該好像普通和朋友聊聊的一樣。 不應該是很緊張, 要看醫生, 不會很拘束, 不會說死了, 一定要上手術床, 即是不是那種緊張。 是好像和平時朋友聊天一樣。 那我又想問一下, 你有二十多年的經驗, 那聊聊聊聊天, 如果很淺的病症發生, 是否談三四次就已經可以沒事, 還是要再如何覆診, 肯定自己有沒有事? 一般心理輔導, 是見到的次數是比較多一些的。 就不同我們普通, 譬如, 雙風咳, 去看醫生, 看一次, 或者兩次, 就沒事的。 這件事, 我們去看精神科的時候, 亦都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很多人來看的時候, 會認為, 我今天來了, 什麼還要來的? 那聊天, 我們是不可能說, 聊一次天, 點醒了就沒事, 因為如果是這麼容易的, 說真的, 我們自己都懂得解決。 嗯, 我想問一下, 譬如, 當我來到和你聊天, 我有一點點瘋症, 你會不會了解我, 和我聊天之後呢? 然後, 我回家做一些功課, 譬如, 做一些運動, 怎樣去幫助我, 沒有那麼抑鬱呢? 會不會的? 很多時候會, 不過是, 每一個人, 是有不同的需要。 有很多人, 尤其是, 對於看病, 有點抗拒的, 不一定會, 一回去就馬上想做功課。 那我們是, 每一個人, 每一個案件不同的, 有些人是很積極的, 想找些功課做的, 快點的, 當然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 最起碼, 我們是想, 我們是想, 幫那個人, 開始,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東西, 不同的角度去想, 不一定認定, 我們這個角度就是對的。 因為, 所有精神病, 一個共同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判斷能力, 會有差錯。 嗯, 其實, 經常說精神病, 精神病, 可能聽眾聽見, 會害怕, 精神病, 換句話, 心理病, 會不會很容易接受些? 即是, 你不是有精神病, 是心理上出現了問題, 引致到你這樣的病症, 會不會容易接受些? 即是, 作為病人來說? 絕對是, 心理病, 甚至是情緒問題。 我們華人社區對於精神病這幾個字, 是認定了, 是瘋的, 是傻的, 入青山的。 是的, 入青山的。 其實, 這些都是錯的。 不一定是這麼嚴重的。 是有這樣的案件, 不過是真的甚少的。 嗯, 所以說來說去都是, 要先察覺一下自己本身有沒有出現問題, 或者家人要多些注意, 家人有沒有問題, 心理上, 情緒上的問題出現了, 然後快點去尋一個正途, 去入手。 那就不需要去到太嚴重了。 未去到太嚴重的時候, 很多華人都不會肯接受心理輔導, 由於我們剛才說的原因, 其實如果他們還可以上班, 還可以結婚, 有家庭, 或者他們會認為, 為何要看病呢? 因為我們可以生活得開心一點。 嗯, 而且也會影響到身邊的家人, 是嗎? 不用揹著一個包袱。 是的, 是的, 我又想問一下, 除了說, 常常都睡覺不肯起床, 又連洗完擦牙都不想, 又不想面對任何的事情, 你給了一套笑片去。 本來平時很容易笑的, 現在什麼都不笑, 笑不出。 那麼, 維持多久才算是真的出現了狀況呢? 還是, 例如失戀? 嗯, 很多人失戀, 就讓自己頹廢一個禮拜。 有些多到一個月這樣說, 那會不會, 整個月, 什麼都不管, 請假, 什麼都不做, 會不會進入這個精神問題呢? 我們要看看那些症狀, 類似憂鬱的症狀, 看看是否有一個有原因的, 如果有一個尖銳的問題, 譬如失戀, 或者失去一個工作, 這些憂鬱的症狀, 我們都可以說是正常的反應, 除了自殺。 OK, 如果嚴重到想死的, 想自殺的, 那這個絕對是, 去到憂鬱病的階段了。 是嗎? 自殺的人士就去到憂鬱了嗎? 對, 尚是自殺, 或者經常想死, 但是除了想死, 如果我們失戀, 失去一個心愛的人, 經常哭, 睡不著, 哪裏都不想去, 這些都可以說是正常的, 那麼我們變了是要看看, 維持多久, 嗯嗯嗯嗯嗯, 一般來說, 書面上是六個月, 不過這一個時間, 其實我們不應該想得這麼死板, 每一個人都不同, 是, 我覺得六個月會長一點, 例如我失戀, 六個月不開心什麼都不做, 真的, 不能生活, 一個人, 或者, 轉一轉的角度去想, 這個世界, 不會說沒有了誰, 是不行的, 我會更加走前一步, 會有更光明的前途, 想一想, 其實這個世界, 很多事情, 都會有好的一面, 讓你繼續走, 發掘的, 當然, 是的, 我們說到這裏, Gin, 其實我相信, 關於抑鬱, 焦慮, 這些問題, 很多朋友,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而且, 我都會想問一下, 關於健康方面有沒有影響, 時間的關係, 我很想請你, 下一次再來到我們節目裏, 和大家繼續深入去說多些, 好嗎? 好啊, 真的好啊, 我們唯有期待, 下一次, 我們下一集的, 愛健康, 再請到Gin, 和大家在節目裏面再見, 我們今天暫時和大家說再見, 下一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 愛健康, 愛自己, 盡在維斯康。